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第一次回到澳湖自己的故乡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还有持续金融的部分 那我本身就是澳湖在地人 工科中毕业以后到台湾去求学 那因为澳湖的公司其实是我算第二份工作 但是其实从进去到现在也经过14年的时间 那目前我主要其实就是负责像是有序 或者是行政这方面还有办案的工作 今天的分享我想主要跟层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还是让大家介绍一下 月光到底在做什么 第二个我们谈一下有序的策略 跟所谓我们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 这个可能对大家说会比较新一点 那再来讲一下公司治理或者是呈现 那最后再有一个简单的小介绍 那月光其实是半导体封装测试的大厂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半导体这一块 我们讲最上流是零八颗就是做IC设计 再来就是大家常听到台积电做所谓的晶圆耐工 月光是在后半导体的封装跟测试 也就是说台积电把晶圆做出来以后呢 那通过月光把它切成小小小小小的一颗 然后再做一些什么电信的测试 让它变成各位手机里面的那一颗小小的晶片 所以各位的手机里面其实有蛮多的晶片 都是透过月光的封装把它封出来的 那封出来之后呢送到哪里 送到下午同台去做组装 最后就会变成你们手上的iPhone 或者是其他也作为的手机 那月光其实现在在台湾上市 现在叫做月光头控 那我们其向其实有包括 大家比较常听到月光半导体 就是在高雄男子这个地方 那其实我也是在男子 那此外呢像戏品 戏品如果各位有在出一些财经新闻的话 四年前我们拼购戏品的时候 其实还闹得蛮轰轰烈的 那那个是一个属于我们讲 这一盒一并购的一个典半案例 这个待会再沉浸那个问题 也会被人提到 那再来就是在盘头有一个环店 环店呢就是我们讲的EM市场 就是下午同台N市场的组装厂 所以其实这边光提供的就是一整条 半导体工方设施到组装的一整条 地缘化的一个service 那目前呢我们一共在十个国家里 28个据点 所以比方说像除了台湾以外 在东南亚 因为现在因为地理政治的关系 很多客户要求要做台湾加一 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可能 比方说可能已经有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那最近也要到菲律宾 或者甚至到越南去设厂 那平常我们的工作大概就会在这些厂区 跑来跑去 所以其实如果有机会 欢迎大家加入热光 其实这个工作还蛮有趣的 那我们目前的员工在全球大概八万六千年 那在高雄有两万六千个 所以其实这个人数啊 其实是也算是一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舰队 我们去年的营收大概是六千七百万 对应七百亿台币 那2023年稍微低一点大概不到六千亿 不过这几年整体的状况来讲 因为半导体也好 AI也好 其实都蛮夯的嘛 所以半导体资格领域 其实在台湾现在真的是 我们讲可能也是护国神山啊 但是也需要有其他的供应链来协助他 那这边我郭一段 就是关于公司介绍的影片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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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